晚上有时间吗 KTV 咱们强续那块 不见不散 好嘞 我们俩结婚两年多了 杨卡里的存款 到现在也没有突破五位数 就是因为她成天不务正义 交友不慎 她一点做妻子和母亲的样子都没有 我和孩子每天早晨就饿着肚子 一直靠到十一二点钟 我看她根本就不想好好过日子 不当我们大伙也不行啊 那也不能玩啊 玩会儿能怎么着 闹闹行吗 每天吵吵闹闹的 我真的是烦透了 我不想和她吵 可是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逼我 我该怎么办呢 这对夫妻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 是男方不够爱她呢 还是女方现在有点小心眼了 来 认识一下她们 掌声有请两位嘉宾 男嘉宾小李28岁 来自哈尔滨市一名个体 女嘉宾小王24岁 同样来自哈尔滨也是一名个体 掌声有请两位 欢迎你们 结婚几年了 三年 有孩子了吗 有 孩子两岁 三岁了也算是 我们认识几个月就结婚了 算是闪婚 对 差不多吧 出了什么问题 她这个人特别爱花钱 我们俩不开了一个美发店吗 她该买的也买 不该买的也买 一个牌匾就花了5000多块钱 我说不用整一个那么好的牌匾 而且不是自己的房子 她偏不听啊 整了一个5000多块钱的牌匾 我说屋里头的装修 哪个都是花大头钱 我们俩现在想买个房子 首付现在都付不起 你说的 她老说我花钱 我觉得她更能花钱 我咋花钱了 她一去买衣服都是 十了件 甚至有的时候更多 有的衣服都是穿了一次两次的 有着甚至连标签都没在的 她说不好看就不穿了 就算是十多件衣服 也不低人家一件衣服贵啊 她还会手机 差不多就是半年多就要换一次手机 换多少钱的手机啊 她换一次手机四五千吧 那旧手机呢 赶不上潮流了 她说根本就很好使 很好用的手机 每次用完手机 我不把我的手机给引用了吗 我不也挺省的吗 我不也没浪费吗 你们都花钱挺厉害的听起来啊 这个收入够吗 还行吧 就是赶这赶花了 就像她那样水着 做买卖 那能挣得多吗 我们家这店 赶上去给她家亲戚开的了 你说 前两天我老太太上我们家 也不知道她家啥家亲戚 每次来了就说 快给我整吧 我着急 你是不是给她捡了 前面咱家是不是有顾客 还开队呢 你人家这不是岁数大了吗 她来了你插个队 已经能怎么这 那亲戚捡头不给钱吗 给啥钱呢 亲戚你怎么好意思要钱 对吧 你就说你家另一个亲戚 上这会儿来她说拿啥就拿啥 咱家花儿比大分寡的啊 我妹行的她不给钱 拿走之后一直就没信了 这事我也挺意外的是 就这样是谁能受得了啊 她这个还有一个毛病 她总爱给她朋友出去花钱去 上家这哥们儿给她打电话说的 喂 出来唱歌啊 给你媳妇也带上 我去了我先和她去吧 挺开心挺高兴的 到那会儿来 人家秀恩爱 又买花又买巧克力的 人家唱完歌 喝完酒了可好 说老弟 你先把这钱帮我结了吧 我今天的钱不够 哪天把我以前借的 加今天咱俩唱歌的钱 我再一起给你钱呢 我这一分钱到现在我没看着我 其实唱歌这事给我也整意外了 到那会儿她给她那个女朋友 买这买那买这买那的 最后我俩就去了嘛 唱也挺开心的 你不也唱也挺开心的吧 这是我才相信 那你咋不给我买花呢 后来结账的时候她说咋的 钱给对象买东西买 就花冒了不够了 你不会说你没带钱呢 他就是那人 他总共欠你多少钱 他现在就是三千多块钱 人家有钱在那儿 有钱买花买这个人 买没人就是玩你嘛 你就是传说中的冤大头 我生活当中 就见到我已经这样的人 死要面子 你这个借别人钱挺大手大脚的 给自己家孩子花钱收大吗 没有钱给孩子送幼儿园嘛 没钱送幼儿园呀 对呀 他朋友太多了 用的钱太多了 其实吧 我觉得给孩子送幼儿园 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三岁 我们家孩子说三岁是虚岁 才两生是多点 怎么没必要了 三岁孩子还不送幼儿园呢 但我觉得就是他就是懒 我哪懒了 早上你给我俩做过饭吗 我早上起来 就在店里忙来忙去的 你起来下来都几点了 我几点了 你起来下来都九十点钟了 那孩子有时候 说说白了孩子有时候起不点钟 有时候孩子都醒了 他都不起来 关键是现在孩子我一直自己带 而且我家店也是我一直照顾着 孩子从生下来起到两岁 一直是你一个人带 对 一直都是我生 就是老人家从来没带过 对对 那真不容易 其实我们俩一开始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钱 我俩一开始结婚的时候 他家承诺给我十万块钱 嗯 然后他父母说了 我爸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 给了我父母五万块钱 我父母现在也拿出来 给我俩过日子用了 还有当天我俩结婚的时候 还没下来行呢 人家债主就来朝父亲要钱来了 没办法 我只好把我的嫁妆拿出来帮他爸 回债我 然后他就说没事 那个你先把我还了吧 等以后我给你 到现在呢 钱呢 一分钱我都没看见 而且每次和你父亲说的时候 你父亲先没解呢 你先跟我先吵起来了 我就觉得你吵那个 我爸要钱挺不好的 而且是要了很多次 我爸也很尴尬的 我爸拿 毕竟是拿不出来这个钱嘛 有没有觉得他们家人都有点 我冲着你们小家庭过日子去着想 我们俩自打结婚到现在 探家也没管过我俩 你家里不是 主要就是没有钱 说了这么多不愉快了啊 钱 钱 钱 你们这个感情怎么样啊 一说感情 他父亲对我 吵对我闹也算了 他一天对我也是挑三点四的 上些日子我们家第二 来了一个美发学徒的 大包小包都来了 人家外人 你知道怎么传的吗主持人 说的 他给人女孩发微信 说的 我想你了 你来吧 不是 根本就是什么事没有 这个绝对是误会 完了他加我微信嘛 完了我俩就聊 他说的他想学点手艺 想学美放 就这么的他就来了 来了吧 是我们帮我们楼上住去了 确实是 我们楼上是东西屋嘛 第二天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上楼上去找我了 我老婆说 你让他走 你要不要他走我就走 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咋个事 我为什么说那话呀 就是晚上的时候 那个女孩给她发微信 她的屋不没避灯吗 给她发微信说 李哥我害怕 她呢急忙冲冲就开着门 就进一屋了 头一天晚上她搬了住家 我就看她没关灯 我搬一起下我都没去 第二天晚上 我搬一起的时候 我看她又没关灯 我说那你 我就 我们那商业店 我也觉得挺费电字的 再一个你 你为啥不关灯啊对吧 你是让她关灯去了 对 完我就敲门进屋了 我说你怎么不关灯呢 完这小姑娘说 李哥我害怕我睡不着 这么点 我说那你也得关灯啊 她就主要是因为说 我说我进一屋了 咋的都不应该进一屋 嗯 主要是这事 你收学徒没标准的吗 一点基础都没有 你也收吗 对啊 学徒就是 没有技术才叫学徒嘛 你哪 不是 你说 任何人都可以做你的学徒 你都收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但是我们也是缺人嘛 这小姑娘漂亮吗 不漂亮 老磕上了 对 就是因为老磕上了 我觉得你要是好看点 你想那么多还行 那长得也老磕上了 那真要有个好看的 咋办呀 好看的 如果太好看 我还估计我还真不敢招了 她还老受我 她也有事 什么事啊 什么啥事你说吧 她前些日子就前些日子 她就也是玩微信 加一个附近人 我加附近人咋 我加一个男的 聊得可欢了 三天两头 三天两头的 你说我聊啥了 你说吧 你是不是有一次跟你说 你吃饭了吗 对啊 我说了法的 干嘛呢 忙吗 而且那天我 因为我知道这段时间 就不对劲 晚上上厕所 她到点她就去 到点她就去 好像定点了 我上厕所这么的了 再一个 这上厕所怎么了 她时间去的 可跟正常人她不一样 正常人你上厕所 有多长时间 她最少半个多小时 最长的时候一个多小时 我是不知道 你再上厕所 人家便秘不可以啊 对主持人 她一说实话不来信 你说她也不能 不管过后的 除了就打我一嘴巴呀 你给我这点 她都打走了 当时不就是我看她 那几天不是老上厕所 都时间长吗 能不能听我解释解释 你该听我解释 她当时就是上厕所 上时间长 完了之后 我就偷看她聊天记住了 明显的就是 有伤过的痕迹 因为对不上 上边什么也没有 第一话她说的 说的你也挺好 她关心你 人家都不愿意勒死她 我跟你说 你打我就是不对劲 这个确实是啊 这个时候 我当时我承认了 当时我确实有点冲动了 但后来我打了她 我刚才五六号那 给她妈叫下来 她妈给我扇四五个大嘴巴 老疼了 你不也还回来了吗 什么叫做还呢 你打的是我的心 我心在痛 值不值得吧 再说了 你说咱俩过这 都过几年了 你给我买过一件 这样东西吗 你说给你钱一有的时候 你给她买个四千多元的项链 要你要回来你就不要 她当时跟我生气时候说 我跟她我不有感情吗 我跟你呀 我没感情吗 我跟你结婚 就看你有能力了 要我不能跟你结婚呢 你说这话说 多伤我心啊 老伤心了 当时也就是跟她 闹点矛盾 正生气呢 她就老提那个 前女友的事 然后我就 我就这么随口 我就这么说了 气话啊 随口一说 上天是不是都上了家店来了 这事我也非常意外 你怎么这么意外呢 哎呦 谁心她能来呀 再一个 她来我也不能碾她 对吧 整个她跟老板娘似的 我跟她打打似的 我那一站被傻了似的 她跟一个顾客聊得可好了 她来店里干嘛来了 她以前不也是 在这店就呆过吗 不是啊 我告诉你她来干嘛来了 嗯 我看她俩那个聊微信了 嗯 那女的跟她说 跟她分开是一种错误 说想着了想回来 你知道她咋说的吗 她说的 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 你要想回来 永远是这个店的老板娘 老板娘啊 这到底谁是老板娘啊 对呀 我是啥呀 当时吧那个 她有点事她挺伤心的 完了我就帮她排解一下了 然后呢 这女朋友走了吗 她走了 后来我 我也不能跟她支撑那样对吧 你懂啥呀 不就因为这事 今天我才来的吗 如果她要这样下去的话 再不节省钱 再懂了爱花钱 爱玩的话 我真的跟她没法再过下去了 好吧 这个小夫妻俩啊 结婚也没有太长的时间 很年轻 有一个宝宝 钱也是问题 感情也是问题 该怎么办呢 请我们老师用他们的智慧 来帮帮你们吧 来一起进入球比特问卷 明大老师 全程 我没有听到你们 有太多的这一个活力点 是关于孩子的 这对于一个已经结婚多年 并且养育一子的家庭来讲 极其不正常 一般来讲 我们即使是抱怨 那个人不称职 我们也会说 他都不像个当爹的样 他都不好好地管孩子 但你们基本上 关于孩子 没有什么样的招活点 哪怕说到孩子不上幼儿园 也只是说孩子没有钱 说来说去 你只希望他挣钱 你只希望他是一个合格的 就是只爱你一个人的老公 这是你对他的要求 就这么简单 而他对你的要求里头 反而我觉得 更少了 你也没要求他是一个 好的孩他妈 你要求他是一个 省钱的 干活的 带孩子的 不抱怨的 你们两个人都不去关心孩子 都不去注意孩子 是否得到了一个健康的发展 那么接下来 你们赚再多的钱 两个人再相爱 孩子一点点大了 孩子的教育问题 孩子的整个问题 一切都会又成为 你们家庭生活的 新的一个麻烦点 作为父亲 可以开始给三岁的孩子 做一些榜样方面的 一些引领了 管他是男孩女孩 你要带他接触世界了 三岁以前 孩子依赖的是母亲 三岁以后 孩子可是需要 跟着父亲一起了 我看到你们两个 我很亲切 我也哈尔滨人 就是东北男孩要面子 特别要面子 就是特别我们 黑龙江那边的人 实话实说是 骨子里都是要面子的 哥们儿 弟弟 你说弟弟 这叫小老乡 日子是不是 过给别人看的 是过给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衡量 这个事情的一个准则 都没有 哥们儿叫你去你就去了 让你买单就买了 你哪来钱啊 哪个说不的勇气都没有吗 就要面子 要是那样 家里的亲戚来了 就是那样的 我能想象到的 哎你干的时候 给我剪个头发咋的了 合不上家常亲戚那么多 你全都给剪啊 日子真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是过给自己的 我相信你们俩要是 把你俩刚才这种劲儿 使到一起 好好过给日子 把孩子培养好 努力加油 好吧 我说完了 胡雷老师 东北的朋友到这来上节目 每次都能够赢到满场大笑 但是这种喜剧化的效果背后 其实掩盖了很多生活的本来 其实他们俩其实挺不容易的 虽然他们人说说笑笑 你看这两个年轻人 其实年纪都不大 支撑着一个店 两个人生了个孩子 没靠父母 家里没有给一分钱 不管是开店还是孩子 甚至连嫁妆都拿没了 但他们俩依然支撑着这个店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他们挺踏实的 只是刚才喜剧化的效果 让我们看到了更多不靠谱的事情 仅此而已 你们俩之所以还能够相处到现在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重要的原因是 你们俩都不聪明 不聪明有的时候是好事 你看有些事开开玩笑 日子也就过去了 而不是那么较真地 揪住对方一点不放 然后把对方打得半死 彼此之间都受伤 细想一下 其实你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是其他的情侣 根本迈不过去的 你比如说 有哪个新娘愿意嫁妆 被公共拿走还债 而且是在结婚的当天 打上门来 有哪个新娘子会这样 也就这样傻乎乎的了吧 我们可以把这种傻乎乎理解是不聪明 更多的理解真是善良 包容 他承受的 对吧 那你说这个男生 说朋友们总是利用他 用他的钱 但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不也是傻的一种体现吗 你别看他嘴挺滋溜滋溜的 其实人不坏 人挺老实挺本分的 在更多的像这样的年轻人 生活还要靠家里 买房要靠家里 结婚要靠家里 买车要靠家里 养孩子要靠家里的时候 他们没有靠家里 所以其实你们俩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你们俩 更多的去想想 这一路走来你们俩的不容易 比如说 孩子刚生下来的喜悦 店面每一次装修良人去 买家具装修的种种细节 你会觉得这些所有的一切 都值得回忆 和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个事 什么那个男的 这个女的比起来 它更为重要 我希望所有的夫妻 都做不太聪明的夫妻 不要那么雅子必报 不要那么津津较真 既然是夫妻在一块 傻一点挺好 有的时候傻是一种和谐 你们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 继续走下去 一点小小的提示啊 在黄金六十秒之前 毕竟孩子快要三岁了 要上幼儿园 要接受教育 真的得攒攒钱 少买几点衣服 少点化妆品 你呀也别大手大脚的 总请朋友了 咱把自己的交集圈缩一缩 多关注小家庭 攒点钱给孩子 也是给你们的未来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刚才听老师们说这么多 我也觉得以前自己挺少的 我以前确实做了那些 很对不起你的事 要你挺伤心的 以后 要你伤心的事 我不会再去做了 我也不会觉得那么 大手大脚 我只希望今天 就你不看我还看孩子呢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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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是看孩子 我够了 每次一次又结日一次 谁让我好好想想 喝完了 请亮灯 亮灯其实也希望你们看清楚对方 我们都在落泪 是因为不舍得 回去想想吧 来 请回 请关门 请关门 你伤了我的心 用最后一点 去将一点勇气 远远的逃离 年轻的夫妻经营起婚姻 确实不容易 何况还有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没有家长的帮忙 但是这对夫妻呢 他们所面临的可能 更多的问题需要两个人多交流 共同去面对婚姻中的问题 好 好 那你看 他们俩越看越像生活 像日子 他们又哭又笑 生活不就是这样 说点什么吧 我就是感觉 以前做得不够好 也挑她的毛病太多了 我以后我会感觉 以后我也会当一个趁热的妈妈 好好地和她过日子 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有请 谢谢 谢谢两个宝宝 来吧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 这对年轻夫妻的浪漫 来一起见证 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和孩子的 不会再让你生气的 是 要不要抱抱歉 再来一个带响子 挺好的一对啊 专门为爱情保卫战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 送给你们 好好保养自己 也保护好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一直浪漫下去 照顾好宝宝 来 加油了 回去吧 再见 欢迎 欢迎就是这样啊 有时候会哭着跌倒 又会笑着站起来 能够携手走下去 就是爱的真谛 好了